桃花血影,定江王府的孤儿 第一章,血染桃花 十岁的苏兰正是天真无邪的年纪,她的生活本应是充满童趣的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她的世界瞬间崩塌 苏兰的父亲苏定是定江王的贴身护卫,一位忠诚的将领 某日,苏定在一项重要任务中失误,结果不幸丧命 那天,苏定的血染红了桃花灵的每一片花瓣,成了满地的血色桃花 苏兰的母亲吐丝花一般的苏娘见到这一幕,心如死灰 第二日便以一杯毒酒追随了她的夫君 苏兰失去了父母,被孤零零地留在了这个世上 她被接近了定江王府,这一变故使她从一个普通的孩童变成了王府中的孤儿 王府并未如她所期望的那样展现出奢华和宠爱 而是将她接纳进去,放在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第二章,王府中的孤儿 王府内部的生活并不像苏兰所想的那样富丽堂皇 她被安排在一个简单的房间里 房间中只有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 没有金屋藏娇,也没有豪华的服饰 苏兰的生活和其他小宫女并无二致 起初,苏兰感到困惑和不安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 她跟随王府的仆人们学习家务 从最基本的打扫卫生到简单的吹噬 她都一一掌握 虽然这种生活与她曾经的奢华生活相去甚远 但她并没有抱怨,而是默默地接受了这一切 王府的众人对这个小女孩的态度也各有不同 一些仆人对她表示关心,甚至主动给予帮助 而另一些则对她冷漠,认为她只是王府中的一个多余之人 第三章,揭开神秘的过去 在王府中,苏兰渐渐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 她注意到,王府内部的一些地方总是显得格外神秘 甚至有时会出现一些异样的气氛 她的好奇心让她开始私下调查这些奇怪的现象 有一天,苏兰在打扫王府的角落时 无意中发现了一个隐藏的房间 这个房间里充满了古老的书籍和卷轴 还有一些奇怪的符咒 她小心翼翼地翻阅这些书籍 发现她们大多记录了与古老的王府秘密有关的内容 苏兰慢慢地拼凑出了一些关于王府的秘密 原来,王府内部的异样气氛与一个古老的诅咒有关 这个诅咒源自王府的祖先 据说每当写流成河之时 王府的运势就会受到影响 苏兰的父母之死正是这个诅咒的一部分 而她也因此成为了这个诅咒的见证者 第四章,反击与解密 苏兰知道自己无法仅仅依靠清扫和家务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她决定勇敢地面对这个诅咒 她开始与一些信得过的仆人合作 暗中调查王府的历史和诅咒的根源 在这个过程中,苏兰意外地发现了王府中一些隐藏的秘密人物 这些人物中,有些人对诅咒知之甚多 甚至知道如何破解诅咒 他们告诉苏兰,诅咒的根源与王府的祖先 以及一段被掩盖的历史有关 苏兰决定寻找破解诅咒的方法 她通过阅读古老的书籍和卷轴,逐渐掌握了一些关键的知识 她发现,破解诅咒的关键在于找到一个古老的符咒 这个符咒被藏在王府的一个秘密地下室中 在一次危险的探索中,苏兰成功找到了这个地下室 并取得了符咒 然而,她也发现自己并不是唯一知道这个秘密的人 王府中还有一些势力正在暗中试图阻止她的行动 第五章,诅咒的终结 苏兰面对着一场激烈的斗争 最终她成功地解开了诅咒 她运用了从古籍中学到的知识 将符咒放置在指定的位置 并完成了一个古老的仪式 这个仪式不仅终结了诅咒 也为王府带来了新的希望 随着诅咒的解除 王府的运势逐渐好转 苏兰也因为她的勇气和智慧 得到了王府主人的肯定 她不再是那个默默无闻的孤儿 而是被大家尊敬的年轻女子 第六章,新的生活 随着王府的运势好转 苏兰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 她不再仅仅是王府中的一个普通小宫女 而是成为了王府内部的重要人物 她的智慧和勇气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并且她也开始参与王府的管理工作 苏兰的过去虽然充满了悲剧 但她却用自己的努力和智慧 为自己和王府创造了一个新的未来 她不仅克服了自己的困境 也让自己找到了新的生活目标和价值 故事的最后 苏兰站在王府的花园中 望着盛开的桃花 她知道 虽然过去的伤痛无法抹去 但她的勇气和智慧 为她的未来铺平了道路 她微笑着看向前方 知道自己的人生将会充满希望和挑战 她的故事 也成为了王府中的一段佳话 激励着更多的人去追寻自己的幸福和未来